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器物剂 跌打损伤纷纷就见效 荣誉呈现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可是这样子看一看的话 不是你讲到圣诞老人 我就想起 他跟我们的春节就有一点点关系了 因为他的衣服是红色的 那所有的礼物的包装纸 那边也是缤纷色彩的 就非常多颜色的 对 本来这个圣诞 这个故事是讲 这个在这个荷兰 荷兰的时候有一个叫 圣尼古拉的一个人家 因为刚好他生前是一个非常乐视好山的 他刚好听到有一家人的三个女儿 要出家没有嫁妆 所以他就晚上的时候 就把那些礼物 抛进那个家人的屋子里面 刚好那个礼物就掉进那个 我的挖子里面 所以现在后来就是 在过圣诞的时候 很多小孩子是把它挖放在窗口上 希望圣诞老人把那些 礼物放进这个 这个挖子里面 而且在美国庆祝的圣诞也是从荷兰那边带过去的 17世纪的时候 所以这个 荷兰是在一个庆祝圣诞 就是有个特别的一个所谓一个故事 关于这个圣诞老人的故事 还有就是讲到这个耶稣降世嘛 就是打救世人 那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呢 是跟这个节日一起的 就是复活节 复活节主要是讲这个耶稣重生 他就在去世的时候三年之后重生 所以这个也是证明一个 也是个非常有宗教意味的一个节日 除了圣诞节之后 这个复活节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所谓的节日 因为这个也是代表一个重生 也是代表一种所谓 一种信徒们 他可以把以前的罪恶 把抛弃 现在是重生 这个忏悔的一个机会 是说有一个重生的机会了 所以他们都是会在庆祝的时候 是在晚上这个庆祝的时候 把所有的灯光 给它黑暗暗下来 把它关掉 然后用点蜡烛 把它光明重现 这是证明 以前过的那种是黑暗的那种 现在光明重现 这也是给了一个希望 是说经过种种困难 然后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 这个是一个很有所谓 很有意思的节日 然后是说所谓这种是苦海无边 回头施安 有这种意味在里面 中国人都放下屠刀 立地成活这种 有这种一直这种观念的 对小朋友来说 他们还是也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给小朋友 那就是复活蛋 就是复活蛋藏起来 让小朋友去找 这个也是还有兔子 这故事都是和这个所谓 复活节是相关的 因为每一个一个清点 他们肯定有一些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楼内信仰有原稿 都是他们那种清竹的 一定有一些东西 能够衬托他们这个节目 对代表性的 比如说中秋节有的夜饼 对 一样的道理 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都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一个春节 我们就可以讲这么多的内容 那下一期节目 我们会从元宵节开始 再告诉大家 有关华人其他节日的一些 重要的信息 或者是重要的这个文化背景的东西 大家不要错过 海鸥中华文化书院 是由海鸥集团赞助 云南白药气务剂 跌打损伤 分分就见效 荣誉呈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